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来到7月16号 即是大家看的是7月17号 这个凌晨的桑普频道 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继续讲真话行公二号年文 讲一些资讯性的消息 亦都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关于美国现在的一种政情 尤其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已经是7月15号 直到18号 星期一至星期四 就已经开始了 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在这个开会期间 特朗普也延伸 右矣的地方是有手伤 所以他扎着一边的 纱布 同时 他延伸的时候中美支持 他都不会说话 直到星期四 才会支持 我都说过他重新写过他的文稿 希望团结美国 因为 他来团结美国 第一 有胜算 第二 他也有这样的一种 觉悟 我觉得相当难得 对于一个78的 78岁的老人家来说 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 他做不做得到 今天看回左派的人 怎样看 但是似乎 左派给他的 很多的想法 现在全面针对 今天宣布了 就是会成为他的拍档 川普的拍档 这个 川普的拍档 就是这位 凡斯 他叫凡斯 我不喜欢叫曼斯 香港很多人叫曼斯 因为这个 因为叫 JD Vans Vans OK Vans 那你读 华语 才叫曼斯 亦都不对 他不是 Vans 他叫Vans OK 那你读 凡斯 或者叫做 凡斯 我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似乎 广东话的 法音 OK 譬如特朗普 完全不是 广东话的 法音 所以他亲 就很亲切 又很清楚 川普呢 我都觉得 相对是 正派一些 特朗普很奇怪 什么曼斯 特朗普 尼克 虫 尼克 什么 所以我说 这些这样的翻译呢 希望香港人有自己的翻译 不要紧跟中国那一套 很难的 那些香港的媒体没办法这样的 起码我们 正知正见一点的 起码我两个接受的翻译 一个叫做 凡斯 就是台湾的翻译 就是凡斯 凡斯的凡斯 C就是彭斯的 以前的副总统就是彭斯 47任总统的 副总统呢 就是他的副手呢 就是凡斯 另外就是 凡斯的 没问题 因为呢 这个流浪者 这个不是流浪者之歌 这个是 香巴佬的这个玩歌 这本的书 Hilberley Elledge 其实是买断试的 我最近去到书局里 今天出去书局看 基本上都买断试 中英文版都买断试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博客楼里扔 他会从美国调货回来 不过都已经爆了 这个已经2017年的一个文字 到现在已经成成七年时间 但是他的深入的程度 也相当大 作者当然现在的 就是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范斯 那以后我就 简称为 就是 范斯或者范斯 是称呼他了 那么范斯和范斯 被民主党的人呢 极力的追击 OK 就是说他是民粹主义者 说他主张有全国性的堕胎的 15个礼拜的这个禁令 说他呢 曾经2020年的时候 当选举结果已经出楼 但是呢 有recount的情况之后呢 这个范斯呢 就要求有multiple states of electors 就是换言之 会有两个备案 记不记得当年的情况 他就主张 就是说 比如有些州 是很有争议的 Georgia for example 那么起码有两批的electors 那么你 如果今时今日 民主党有一批选举人 选了出来 有一批共和党的选举人 选了出来 两岸并陈 两岸并陈 交给呢 这个 两岸同事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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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他来顶夺 OK 就是说这个选举是有争议的 当然 彭斯就不敢做出决定 那么 范斯就觉得 如果是他 他可能会做出另外的决定 那么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究竟是是爷非爷呢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些比较minor的问题 就是今天 现在要讲回以前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是 完全是过境迁呢 我们如果撤身处理当时候呢 我想即使是做副总统的 彭斯 他也都需要 不论是范斯还是彭斯都好 都需要有什么呢 有很充足的证据 才能够决定到要选谁 而周任的日期就是1月20号 写在宪法里面 没得改的 那怎么去做呢 当时的recount 就是这个重新点票 已经停止了 很多法庭都不要了 甚至很多的法院都说 没有证据有 广泛的 就是这个选举舞弊 那究竟是不是有选举舞弊 Wisebred这个形容词加下去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呢 这个本身就是很有疑问 我记得在1960年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甘乃迪总统 GFK 他当时的候选人 和另一个候选人 就是共和党的 尼克逊 做电视辩论 电视辩论之后 就是选举 选举之后 在很多的州份 就是要重新 检票 recount 包括夏威夷 当时 这个GFK 和尼克逊 基本上就是尼克逊 开的票数 好像 佔优 一些 最后就是 需要recount 当时就是这样 Two states of electors 一批的选举人 是投给 尼克选的 一批的选举人 是会投给 这个 你知道 美国选举制度 即普选 不是普选 是每一周 他有自己的选举 每一周就选举 选举人 全部 all in 某个候选人 OK 这个就是 美国的选举人 团制度 这个夏威夷是一个州 夏威夷 选举的情况 要recount 未定 于是 在未recount成功之前 有两组的选举团人 摆出来 同时 呈上去 给这个 当局 决定 最后 recount的结果就是 民主党胜出 因此 GFK 金乃迪 民主党籍的金乃迪 就是拿了 夏威夷州的选举人票 同理 其他州也有很多 recount 结果就是说 他以115的选举人票的差距 赢了尼克逊 当选第35任总统 当然在1963年的时候被行食 大家知道 占心计任 这是后话 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说 这些multiple states of electors 是在于当时recount 未完成的时候 范斯提出的建议 而这个是有先例可尋 有宪政先例可尋的 当你有争议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急去做决定呢 是不是应该要完成 所有recount的程序 才去由副总统 certify 谁是当选的总统呢 是不是应该遵循范斯的意见 即是唯有multiple states of electors 摆出来 等recount完成的时候 再由副总统 当时的副总统 摘取 正确的一员 所以他说的东西 我觉得是有道理 跟着给整班的 现在这班民主党的人 抽离前面的context 抽离后面的context 只是说一节 就说 你想质疑选举舞弊 没有根据 你和川普在一起 跟着 拜登又说 这个Vence J.D. Vence 就是 特朗普的clone clone man 他是一个 复制人 我们敢说人法 OK 不是之前都说要 Calm down的吗 要降温的吗 那为什么又这么说 当 有电视台的主持人 录影 问你节目 问你 为什么你选举之前 一直说他是Dictator 摧毁美国民主 又说他是 大家的 Bullseye Bullseye 知道什么意思吗 Bullseye 不是牛的眼 是把心的意思 射箭 射枪 的把心 即是Bullseye 那你说Trump是Bullseye 你也杀他 那这件事是不是刺激到人家 他开枪射他 那这个 Bullseye就说 你们误会我的意思 Bullseye 是Target的意思 我们说可以说Target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Bullseye 把心 让人家 想到 是不是要 当他是把 射过去 那这件事 是解释得非常差的 接着你看到他 民主党 整个系统的人 比如说 Kamela Harris 又说很期待 选举辩论的时候 会打败你这个Bullse的 我拭目以待 不要紧 这个是fair comment 因为都会选举辩论的 然后整群民主党的竞选团队 就开始说 这个Bullse是多么差的 就刚刚数到刚才的东西 如果你要追求团结 不会这样 在这几天 共和党的人有没有攻击过哈利斯 有没有攻击过拜登 好多样东西 谁真是有资格和能力和意愿和真诚 去团结整个美国 将将审明 我们一早都知道 拜登不会这样善罢禁忧 深层政府 华尔家集团 这些 这样的 这个大的 sheet hole 在拜登的治下 基本上 我想 不会就这样 轻言罢忧 当然很多的批评就在于他 没有经验 fans 没有经验 因为 很多人不认识他 而是想这个是真的 就算共和党里面很多人 譬如密资根州的参议员会州长 他不熟悉的 就算你问Marco Rubio 你问 譬如说 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Marco Rubio 问这个 Virginia的 就是这个 维珍尼亚州的这个州长 Glan Yankin 或者是问其他的人 可能他知名度都不高 那为什么呢 我会解释一下 即他没有什么大的经验 就被民主当的人说 你 做过 一届 其实美一届 两个月的参议员 因为一届的参议员是六年的 他2022年当选 现在做到现在两年 两年课仔 三分一时间 的参议员 还有新科的参议员 39岁那么大 OK 还比我年轻 还有很多大家看的人 年轻 给很多老鸟 Oberts 就是Odi 就会challenge 他究竟有没有experience 尤其是对于政府运作的东西 缺乏经验 其实这件事 你问 列根 你问特朗普 都缺乏经验的 是不是需要一定要有经验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问题 好的总统 和有没有经验 未必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不是做技术官僚 第二件事就是 说他民族主义观点 就是说他民水主义民族主义观点 第三就是说他 是根本上就是 clone了 即是复制了侵 以及以前曾经批评过侵 就是说对他不真诚 最离谱的就是说 他是投机分子 opportunist 就是说他当年 如何批评侵侵 之后 竟然反过 为了权势 为了名利 于是 就是支持侵 原来批评到这种东西 哈哈哈哈 笑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些是很无耻 无稽 很无知识的一种说法 OK 那么 我简单介绍一下 他是什么人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 研究一下 为什么 特朗普要选他 还有最重要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就是他只是一个 副总统 副总统的角色是什么 自己想一想 那范斯 JD Fence 就是 大家很清楚 他是 Ohio 俄亥俄州 的西南方 一个窮乡 非常出生 那么他不是一个 很显黑的家族出生 绝对 不是这样的事 就算你在维基百科 或者其他的 新闻媒体都看到 他是 基本上是 一个humble background 窮人来的 那么他的父母 分别是Donald Bauman 和Bev Vance 那么 两人 在范斯幼年的时候 就已经 离开了 即是他已经 离婚 之后 范斯是由母亲 第三任的丈夫 收养 范斯有一个叫做Lindsey的 姐姐 姐姐 在母亲 19岁的时候 出生 范斯年有时候 他的母亲因为长年 服用止痛药 就是 opium 类的东西 英文叫 opioids 就是 鸦片类的 子痛药物 饱受药 引困扰 之后 更加 吸食海洛英 更离谱 并且多次离婚 总之他妈妈是个隐君子 但这个我说的 伏笔 和以后的事 很有关系 由于他父母未能够提供自己和姐姐稳定家庭环境 因此 姐弟主要由祖父母 撫养长大 吹告多谢他的grandma 他自己 就导在自己家乡的medietown high school 高中毕业之后 適逢 2001年911事变 纽约双智星大楼被 这个 这个基地组织 拉登了他们 去撞位 恐怖袭击 当时 他非常意粉 他的祖母 臭大他的妈妈 就鼓励他当兵 于是乎他就是去到这个marine corps 就是这个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服役 这个最辛苦的 待遇最差的 如果你去 陆军海军空军都没有 海军陆战队队队那么差的 钱不多 但是他们最重要的 因为 海军陆战队 他们对于总统是直接 指挥的 OK 他是曾被派到这个 伊拉克 为美军的公共事务部门服务 那当然他都 当过兵 当兵之后呢 他就是 去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 去俄亥俄州立大学 去就读 获得了 Bachelor of Arts 即是文学士的学位 就读期间呢 他曾经帮参议员 即是书诺工作过 之后他成绩非常优异 无论在高中 因为大学的时候呢 都是顶尖的人 在State Ohio University 毕业之后呢 他前往 Yale Law School 耶鲁 法学院 深措 并获得 法律博士的 学位 即是 基本上是他JD 读三年 我所知就是说呢 当然他成绩要很好的 那么 要读这个JD呢 基本上要这个 考LZ 就是Legal的Z 那这个是一个选择题 很难的 我考过这些 很难的 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记得是35分钟 还是30分钟 要看 六至八篇英文文章 篇篇文章都很长 然后有几条比较复杂的选择题 要去解决答案 那你半个小时之下看完 所以你的阅读速度要很快 OK 所以他一定是聪明 另外就是说呢 他 他肯定耶路法学院呢 在 这个所有在美国 法学院的排名 是排第一名的 小弟读的 Virginia呢 当年呢 在他读书的时候 即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年纪 因为他 他应该比较年轻 大概10年 那么 我想他的情况就是说呢 当时耶路大学 也是number one的 UVA Universal Virginia 我读的那家是第七名的 那么中间第一名就是耶路 之后有哈佛 Stanford 比如说 Columbia 比如说 NYU New York University 比如说有 其他的几家 排排一下 排到Virginia 等等 都是优秀学校 那都是相当难去入读到的 那么他 可以考到 这个 这个Law School 那么肯定他非常聪明 也就是number one 的美国的法学院 在耶路大学第一年就为 蔡美仪 是一个华语的教授 很出名 在耶路大学法学院教书 那么蔡美仪 在日后凡斯决定赞写自传 Memoir的时候 给了很多鼓励 OK 这是他的 老师 之后 他就 毕业之后 就在一个很出名的 一家 律师楼 叫做Sidney Austin 香港都有这个 律师楼的 但现在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 裁员 各方面 不知道 这个我在 香港做律师楼的时候 也听过 也有朋友 做事 在Sidney Austin 那里做事 是一家很出名的 律师楼 他就搬到 San Francisco 在科技行业 担任风险资本家 即是直谷的地方 Silicon Valley的地方 去做有关的一些工作 受聘于 Mithril Capital Management LLC 担任主管职位 期间就是16-17年 这段很短的时间 给他这样的体会 接下来 开始 写书 出版了 由Hapa 出版社 出版者 出版了一个 Hilberley Allergy Hilberley 就是香巴佬的意思 H-I-L-L-B-I-L-L-Y Ellergy 不是敏感 A-L-L-E-L-G-Y 是E-L-E-G-Y 是玩歌的意思 就是说 就是 香巴佬的玩歌 中文文就翻译为 绝望者之歌 书的副标题是 个家庭与文化危机回忆录 dicememoir 大肆赞扬这本书,他当时买书的网站是被人冲击到塌子。 2016年12月他就想回到外河州,他想起的妈妈了, 所以刚刚讲的伏线就在这里了。 他计划为当地创办一间关注在Russbelt, 即是当时这些旧工业地区, 售大地区,药物滥用问题的非盈利组织。 这间组织成立的叫做Ohhio Renewal, Ohhio的复兴Renewal, 这个似乎有意参选公职, 但当时当然是非盈利组织, 为他妈妈同类的人一起打拼。 当然他也是成为了我现在在做的事, 做了评论员。 他当时2017年1月成为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评论员。 他加入了美国线上前执行长, 即是AOL, 当时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的Revolution LLC, 成为合伙人, 负责扩展Rest的挪起的计划。 接着他绝望者之歌就拍成电影版, 记住, 在这段期间里面, 其实他的整个政见是倾向民主党的, 不是CNN、AOL、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大使的高捧他。 他也创立了19年的Naya Capital, 是俄亥俄州的新新那提的Naya Capital, 投资到9300美元左右。 当然他也会有其他的地方去做。 当然他这个地方开始慢慢地改变, 改变的时间就是他对于川普当选, 接着就职应该是17年的1月20号, 慢慢看回川普又很憎恨他的never Trump guy, 永远都不会投川普, 甚至当时说川普是一个 total fraud, 是一个完全的骗子, 是一个moral disaster, 道德上的灾难, 说他是一个idiot, 说他是白痴, 说他是reprehensible, 即是决德, 说他是americus hitler, 就好像很多左交正在骂我了, 就说香港的希特拉, 说他是美国的希特拉, 当时骂了他很久的时间, 但不是很久的, 如果说很久的, 有一段时间骂他, 但看到他, 很多他当地的人, 他家乡的人都支持川普, 开始和他们激变, 后来慢慢地觉得, 特朗普真的经济好了, 但是两个peat, peace and prosperity, 和平和繁荣, 于是乎他的想法开始改变, 改变的时间我想就是在1819年那段时间, 20年他为公司筹集了9300元美金, 他就和其他人共同投资了Rumbo, 一个在政治右派中, 受欢迎的加拿大在线的视频平台, 我想这个Rumbo, 经过我们的反送中运动人都记得, 这个曾经有很多人用过这个东西的,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开始从政, 他就是在他开始慢慢改观之后, 就开始从政, OK, 那么他就是大概是去到2021年, 特朗普已经是没有再做第四日六任总统, 拜登当选之后, 那么就看到他本身也都获得人家的支持, 去捐赠, 然后成立了一个2021年2月, 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那就是范斯可以做潜在的竞选活动, 然后慢慢慢慢探索, 最后在当年21年的7月正式竞选参议员, 就是俄汉俄州的参议员, 而当选他第一次竞选公职, 那么他当然了, 党内也都是有初选, 他以32%的票数胜出, 另外两个候选人分别得到23%和22%的支持, 所以赢得险过第头, OK, 接着在11月8日的大选里面, 以53%的票数, 是刚刚过半的票数, 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即是这个Tim Ryan, 就是47%的选票, 53对47, 然后在23年1月3日宣誓, 就是美国参议员, 去到今天只是一年半货子而已, 第118届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而他这个是, 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 担任这个俄汉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That's why, 有很多人说他inexperience是这样的,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我不认识他, OK, CNN这个左派媒体, 也做过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发觉到13%的选民, 即是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现在的voters, 他们本身有13%是支持Vance, 觉得Vance是帮到侵侵, 有20%觉得是unfavorable, 即是不会帮到侵侵, 那这个大家对他不认识而已, 但随着他的发言量上多, 我想相对就会好, 好,另外两个后书人都相当优秀, 特朗普都说很感谢他们, 这个是Duck Bergen, 他是北卡州, 北卡州,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另外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Mark Rubio, 大家都是香港人很熟悉的了, 我想这两个人基本上就是未能够被人选中, 而川普也不是传email给他, 而是打电话给他, Vance后面的儿子还在, 他在那里, 啊,是乖乖乖乖乖的, 接到侵侵的电话, 喂, Mr.Vance, Senator Vance, Can you be my 朋友, As Vice President, Candidate, 他立刻很开心, 接着就答应了, 20分钟之后, 川普就在X那里宣布, 就是和这个他的Truth Social, 不是X, Truth Social的地方, 宣布就是会攜手这个J.D.Vance一起拍档, 竞选第47届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 OK, 那我这件事是相当清楚的一件事,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他的情况, 那为什么川普会选他呢? 那么川普都认他是最好的人选, 那么他觉得他那本书, Hilberley Elegate, 是写得非常好, OK, 那么觉得他是年轻的林肯, 是年轻的Abraham Lincoln, 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么, 对他这么大的赞赏呢? 那么当然是他的文字, 而川普是正心在这几个月, 是观察着这三个人的表现, 再说一次Dug Bergen, North Carolina的Governor, Mark Rubio, Florida的Senator, 以及这位Ohio的Senator, 就是做了一年半的这位, 这个J.D.Vance, 所以选他, 那为什么选他呢? 那他资历里面是三个里面最淺的一个, 那么选他的原因呢, 就是在于有两种东西, 一, 是Campaign Pick, 就是说呢, 不是G, Pick P-I-C-K, 就是选挑选, 因为Florida Campaign, 选战, 你要知道, 现在你要赢的, 川普要赢的, 就是赢摇摆州, 摇摆州可胜不稳的, 是几个, Michigan, Minnesota, Minnesota, Wisconsin, 这三个州, 如果能够囊括在手上的话, 比如Pansylvania, 如果你说Russ Belt的话, Pansylvania, Ohio, Ohio其实已经稳定了, 不过我先撇除它, 还有这个Michigan, Wisconsin, Minnesota, Minnesota to a less extent thanRuss Belt, 但是我想是这一匹, 这一匹呢, 如果你能够赢的话, 哇, 今天不得了了, 说真的, 我看最新的民意调查, 我看那个270 to win, 270 to win那个网站, 你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你不要看普选票, 普选票完全无关, 因为我们计算选举人票, 计算这个摇摆州, 有几个州呢, 原始是深蓝的州, 竟然到今天, 转红的, 即是变成共和党能够当正, 是赢紧的, 有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 New Jersey, New Jersey, OK, 哇, 不得了, 还要赢2-3个百分点, 我记得, 接着你看Virginia, 已经是赢紧的, 共和党已经赢紧的, 还有以前, 还觉得可胜不稳的, New Hampshire, 其实就是Main旁, OK, 不是Virginia, 是New Hampshire, 新韩部12州, 都已经变红了, 喂, 这些是民主党的大票仓来的, 大哥, 那当然这些, Let it be, 我想Trump会很惊认这些, 但他找Virginia不是说要巩固那帮, 即是在Nebraska, 或者是那些什么阿坚沙, 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 Oak Utah这些票, 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几个摇摆州, 而这个摇摆州, 是受到Virginia说这番话, 他说的所有文字的力量, 是很感染人的, 正因为他Virginia的出现, 可以使得这些摇摆州, 知道共和党是为了工人, 为了这帮弱势的利益去做事, 你说右派不是为有钱路的吗, 左派才为穷人吗, 那我告诉你, 不是了, 我在Facebook上写一篇短文, 大家可以看看, 我如何分析右派与左派的分别, 而不是右派是帮有钱人, 帮一些强者, 左派是帮一些弱者和穷人, No,不是这样的, 是他们整个观念上有不同, 而这个观念上不同, 引导到一个方向的话, 就是说右派鼓励一些勤劳努力的工人, 如果他们肯努力, 要给他们机会去努力, 不是给一些大财神剝削, 这些不是左派的东西, 而是基本上是机会的平等, 右派不是重视结果的平等, 每个人都要付出努力, 穷人不是大了, 穷人你努力有创意, 应该在社会的机制里面, 掌握这帮人去向上, 当个有钱人不努力用懒, 他自然会得, 这个才是健康的社会, 这个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公平的贸易, 今天就是那本书, 《绝望者之歌》, 或者《香巴佬的幻歌》, 这本书就是Hilberley Energy, 就是J.D.Benz写的, 就是讲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看这本书, 迟些有机会可以将这本书的重要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讲到这里, 第一,胜算的问题, 就是他可以将摇摆州进入囊中, 可胜不稳的州, 透过Vence的入名, 能够框更多, 他们要接触的, 并不是要Michigan州的州长, Michigan的Senator, 不认识他的, 做了一年半而已, 隔离州都没见过你, 明不见经传的, No,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这不是选民, 你不要当他们装脚先, 你的州长呼吁, 其实因为Trump, 你一定呼吁, 你不认识他, 你都会呼吁, 但是下面的人, 不认识他不要紧, 很多人2016年的时候, 都不认识Trump的, OK, 都没问题, 第二, 是要讲出一件事, 就是Trump是不计前嫌, 如果一个人小气, 小气, 就是我知道有些, 我不改名, 我不改名, 有些评论人, 不是我这个国家的评论人, 很小气的, 此崖必报的, 心如, 人家乘上兔女能撑船, 有些人乘上, 基本上, 肚女一滴水都没, 国家乘上兔女能撑船的会议, 有些人, 有些人, 我想如果是有些人, 因为人家批评一下, 于是乎, 既受既冤, 就不得了, 如好像朱元璋, 好像朱油剑, 就是这个明崇禁, 好像雍正那些, 此崖必步, 这个情况不永远, 没有办法去成功, 侵侵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很bold, extravagant, 好exaggeration很多, 但, 它这方面是很好的, 如果你以前批评过我, 一事不中, 百事不用, 你之后想我, 肯定有目的的, 这是华人那些中华文化DNA的情况, 如果你不是这种DNA的话, 你会发觉到, 我体会到, 原来你一贯以来, 你批评我当时, 你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 这个Huberty Elegi, 是真真实实讲你自己的前程, 和你对社会的一些不满, 对财团的控诉, 而这些东西正正是川普一直以来的想法, 他们两个不是左派媒体讲的话, 完全是贸合, 完全是不同的看法, 当然没有两个人是一致的看法, 但是对抗华尔街集团, 对抗深层政款, 对抗这些大财平的压力方面, 是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你可以说, 特朗普对于加税的幅度, bending方面, 和这个Vans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小节, 大纲是什么呢? 华尔街集团深层政府, 在他们的眼中是, 美国之牙, OK, 美国的cancer, tumor, 而这件事是要解决的, 是要通过信仰的力量, 通过我们对于, 很多人的力量, 不用阶级斗争来处理问题, 也说一定要跟回法治去办事, 跟回一个自由市场的秩序去办事, 公平贸易的秩序去办事, 这个才是重要的, 而这一点就是, 为什么他会选Vans的原因, 因为他底半是一致, 之前Vans对Trump有误会, 即是如果2016年的时候, 我都很诚意, 我对Trump有误会, 因为我今时不认识他, 我觉得他是癲佬, 但是去到2024年, 你今天都觉得他是癲佬的话, 那我觉得你是否有些肤浅呢, 可能有些东西你需要看回, 所有的东西, 看回Trump的东西讲的是什么, 你可以认同他, 不认同他就可以, 但你认为他癲佬的话, 就觉得很肤浅的一个论述, 当年我真的很肤浅, 我很承认我这个说错, 无论如何都好, 我不是希拉里的粉丝, 当年我不是川普的粉丝, 但我又看回他17、18年, 怎样去当政, 怎样去玩习近平, 尤其是看回18年就很清楚了, 怎样对抗中国, 接着19年怎样撑香港, 避免了解放军, 冲军车来屠杀, 这些东西香港人那么羡慕吗, 我们当然会记得陈彦露, 记得周梓乐, 记得721831, 但我们不要忘记, 川普当年阻止了, 亲自向习近平阻止了解放军车, 下来香港镇压, 你说你不信他, 你可以不信, 你一向很多人不信川普的, 说所有东西他都不会信,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事实他已经说过了, OK, 那我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件事, 所以他怎样选择Vence, 我回到这个缓复班的问题, 特朗普要选择Vence的第一个原因是胜算, 这个我觉得是很鲜明的例子, 还有还有一个, 他的太太是Ussia, 即是乌沙, 乌沙没有乌沙, 乌沙是一个印度裔的女性, 美国人, 她也是读law school的, 跟Yale law school, 那时候是因为读书的时候认识, 她是一个印度教徒, 一路支持她丈夫, 自己也有三个子女, 即是她们两个生了三个子女, 很好的family, 这个女士是帮她搜集很多资料, 为她的老公Vence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流浪者之歌》, 即是那个叫Hewerly Elergy, 写成这本书, 什么什么做, 不出名, 不出样, 但她天天为她贡献很多资料, 这个就是她太太的梅林, 而她太太可以使得人家觉得, 你不是说白种男人, 歧视什么, 小数族裔, 歧视黑人, 亚裔人士, 歧视什么, 什么Hispanic, 天天都用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来说话, 我根本上美国我不可以说没有discrimination, 但那种没有racism, 我不可以说没有, 但那种事基本上是非常少的, 大家要我自己去过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州, 我看不到美国人对我有一种, 因为, 因为黄皮肤, 于是会排斥你, 没有这种东西, 我想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那你说有没有一些癫佬, 有没有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 就是, Cruz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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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有, 但我会觉得那些是痴马斤的, 你不可以将痴马斤的, 你不可以将痴马斤擴大成3亿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不是这样的, 那我也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很多华裔人士, 或者是亚裔人士, 去到美国, 或者港裔人士, 去到美国, 不要常常抱着一种, 就是说, 人家是不是歧视你, 自己所有不如意的事, 就是说人家歧视自己, 我想这件事要大家搞清楚, 歧视是有严格的定义的, 不要乱说的, 你感觉是就是, 不是这样的, OK, 那如果去到这个时间, 你知道, Cruzka也很出名, 也帮过, 就是有些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做书记官, 也都相当勤肯的人, 那他的出现能够吸引一帮亚裔的选票, 印太战略, 要跟他的太太也很有关系, 我想这件事是相当难得,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第二个原因, 这个重要了, 好少人讲到的, 副总统, 是叫他做副总统啊, Trump不是叫Vance去做国务卿, 不是叫他做国防部长, 不是叫他做白宫的最高的国家安全顾问, 不是叫他做印太沙皇, 但是叫他做副总统, 这点重要的,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副总统其实平时做什么角色啊, 我问大家平时做什么角色呢, 是没有角色的, 即是等于现在赖清德台湾选择了肖美琼, 副总统做什么, 是储君, 储备的, 跟着总统交托你什么任务, 你又做什么, 你全部都是总统delegate给你做的, 即是拜登, delegate给赫锦丽, 就是哈里斯做两样东西, 一边境, 二俄乌, 两样做到和善, 最和的两样东西, 给你做都做和善, 好了, Chump会交些什么给Vance做呢, 那他们自己磨合, 可能什么都不交也可以的, 只要这样做副总统是储君来的, 那你说Vance会不会做多一些内政的东西, 或者外交的东西呢, 可能, 即是当时, 特朗普上台都找彭斯做很多东西, 譬如关于宗教的东西, 无任所的这个宗教的东西, 都是Pence去主体的东西, 我看回他会交给, 即是当时交给Pence做这东西, 现在交给Vance做些什么呢, 那就是看回特朗普怎么决定了,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没有角色的, 很多人分析他的政见一大堆, 其实不是叫他做事的, 重点是什么呢, 储君, 刚刚说了, 特朗普只是做一届, 为什么呢, 不是他想做一届, 是宪法规定他自己做一届, OK, 你要修改宪法, 你要过那个门槛很难的, 因为那个门槛是super majority, 你根本想过不了, 那么, 罗斯福年代, 美国宪法就加入了任期限制, 一个人只是做两任, 一世人只是做两任, 即是你可以连续, 可以分开, 但一世人最多做八年, 2016至20做了四年, 今届做了四年, that's it, 未来一定要交跑的, 这个他是想了很久, 要选这个人去交跑, 要选一个呢, 他的底是清澈的, 年龄是低的, 年龄是低的, 年龄的, 不可以每每每都七十几八十几岁, 虽然他选举上经常说, age不是一个问题, 但的确是会成为人家的隐忧, 我怎么知道会死的, 起码年纪大, 你死的机会, 是大过你年龄死的机会, 是说机会率而已, 那你在这段时间, 慢慢培养他这方面, 变成一方之雄, 是一件好事, 而他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沾过, 他什么人的, 也不是很多政商的关系, 中横配合, 这么多年, 一定很多前层, 他没有这些东西, 而他三十九岁, 四年之后四十三岁, 刚刚的风华政贸的中年时期, 是可以做八年总统的, 这个是一个储君, 那未来是不是他做呢? 不知道的, 是吗? 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就是, 就是譬如, 一个人做完之后, 永远都可以做呢? 列根时代就是, 他做完之后就被这个, 这个副总统是谁, 老布殊做, 就是这样, 是吗? 副总统变成了总统, 但是没有必然的定律的, 那看看他这段时间, 现在, 如果四年后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言之过早的, 四年之后, 你看回这段片, 我都说, 我今天都无悔, 我说我没有水晶球, 我觉得是言之过早的, 所以看一下, 这个vance生不生气了, 那你说特朗普以前用人, 有没有用错呢? 用错了一大堆啦, 对不对? 由班农一开始, 一路讲紧的, 之后去到其他的一些, 哇, 很多奇形怪状的人一大堆, 最后才用到蓬佩奥, 稳定很多了, 譬如用到一些, 譬如余茂春, 余茂春就是帮蓬佩奥, 更加顾问角色, 那另外譬如有其他的人, 都是,譬如布殊是用错人, 保顿那个, 就是他插他一大堆的人, 接下来不知他一大堆的人一大堆,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我会知道, 用人很重要的, 是不是? Lightheiser用得很好, 这个蓬佩奥用得很好, 这些就是聪明, 而聪明的重点是什么? 聪明的重点就是, 要跟你同声同气, 你要找一个人, he look like you, talk like you, think like you, 这个是同心同德, 你不是要一个跟你互保的人, 今天你要找一个叫做国务卿, 你要找一个跟你互保的人, 即我不碰, 我要一个保我的人, 譬如蓬佩奥和Trump是一个互保性很强的人, 但是蓬佩奥不适合做他的副手的, 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 蓬佩奥可以做国务卿, 可以做国家安全顾问, 可以做国防部长, 这个和总统是互保的, 但是他不适合做副手, 副手就需要和自己, 某程度上是同心同德的, 很多性格上的, 是观念上的, 不可以相差太远的, 这个是副手, ok, 所以这个有分别, 副手不是帮你做事, 帮你第次子一个, 帮你第次子一个就是后面那边, 那帮国务卿那些人是执行的, ok, 他们当然有一些部分是决策, 但大部分是执行总统要做的事, 你是三军同水, ok, 所以这个有分别, 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 ok, 第三就是当然了, 就是刚刚讲的了, 就是这个Vance的政见, 和川普很接近, 接近的地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很多媒体都讲过了, 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 再讲一次,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这个就是重要, 所以他们都共同认为, 应该尽快停止俄乌战争, 然后将主力放在制约中国本身, 但是Vance说过, 川普也认为, 当中国侵入台湾, 就会迎来世界性经济灾难, 美国陷入急速的depression, 就是急速经济萧条, 而这件事是, 因为没有晶片, 大家知道, 在这个情况之后, 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所以一定要有效阻下, 战争的发生, 美国, 是对台湾增加他的智慧能力, 这个是美国的台湾关联法, 和六项对待保证, 要不要新格成为战略清晰呢? 可能这一点都不好, 这一点当然好, nice to have, 但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效阻下战争发生, 有效阻下战争发生, 就是川普说的, 你如果北京, 杂猪头, 你打台湾, 我们Bomb Beijing, Bomb Beijing, 不是Bomb, 是Bomb, 是轰炸北京, 你要够胆来, 这个就是真正的阻下, 这样才能够避免战争发生, 口讲实不字, 当然实要字, 武器, 军火, 我记得很多的舆论都讲过, 尤其Vance都讲过, 你看Vance讲什么, 我讲些细致给大家听, 2024年的, 是接受New York Times的访问, 他是反对拜登, 600亿美金的援助沃拉计划的, 他说, 原本有9亿美金的爱国者导弹要交付给台湾, 但因为要做600亿美金, 美金的援污计划, 需要延迟, 所以说, 台湾那些左膠, 你知不知道在搞什么, 你就是因为, 一路将俄网战争, 很多武器箱生产不像武器, 你接单这些有时间生产的, 你全部这些有的外国籍导弹, 失先给沃拉线, 后给台湾, 台湾就于是有一大堆的爱国者导弹的期待落空, 依然是没有办法提前交货, 这个是他最大的地方, 所以看到要停止俄乎战争, 主力守护台湾, 而守护台湾做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他说过了, 2023年4月20日说过, 在Hu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有演讲, 他说中国侵略台湾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拜登用他的所有的军队, 军事的实力援助沃拉, 原因的交付给台湾的军火出现了延误, 美国最重要防止中国侵略台湾, 也都需要对中国征收巨额的税项, 达到公平贸易, 同时要将制造业带回来美国, 不可以依赖中国, 美军的军火要自己制造, 令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可以向美国买, 使美国成为了民主国家的武器库, 他说中国是基本上是当然想去打台湾, 但是他说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怎样反应是要思考的, 换言之要有一个战略要出来, 这个要宣知于口, 亦或需要很坚定在后面, 之后真是劍及理及, 这个很重要, 我想这一点是, 我就算觉得余茂春无论如何, 他都是一个相当好的顾问, 也都我想他可以给很多的意见给这班人, 可以这么说这几点很重要, 再说了, 找他有胜算, 拉到票, 第二, 政见方面呢, 是与川普一致, 不是左媒讲到很多不一致的, 不是, 这些是长期一致的, 长期一致的, 他原先觉得Trump never Trump guy, 就觉得他这个人是法西斯, 痴妈根, 这个人呢, 就是问水, 他不喜欢这些人, 但发觉都不是的, 就是他的觉悟的时间, 和我都差不多了, 大概2017-2018年的时候, 那你开始明白到这件事的时候, 完全不同了, 那左派攻击他的第四件事, 是不外乎那个2020年的, 选举舞弊, 这个和阿鲁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选举舞弊, 即是他嫌疑很大, 应该有嫌疑的情况, 要recount的, 就是将所有的flat, 公开透明, 透明重新去计数, 不是急急不recount, 那就是, 选举制度没问题, 你再说就是挑战美国选举制度, 那这些问题就会出现, 甚至今年的选举, 我都难保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the other way round, 另一边的人开始做这件事, 我始终觉得就是, 公开透明的选举很重要, 那现在的选举制度是708落的, 我经常说这件事, 这个才是大问题, 也都反对各方面, 对川普看这个四项官司的, 第五件事, 他提出一个national ban on abortion, 要15个礼拜, 那这是全国的这个法律, 但我想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就是Rovie Wade之后, 我想是很清楚, 判决之后就是, 是各州去决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 你拿回以前陈连旧事说的, 做什么呢, 他现在都没有再说abortion, national ban, 他不是全国性的这个禁制, 他一直的主张就是这样, 但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在讲完这个之后, 发觉到各州自行决定, 那这个我想已经很清楚了, ok, 那我想他也没有再重提要求,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评论人, 美国也都是, 就完全把这些时间搞乱了, 之后不断潑他装水, 我觉得很不对, ok, 那我想这一件事是比较重要的分析, 为什么他跟民主党派有没有合作? 有, 我记得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他的州, Ohio的民主党参议员, 叫Sherard Brown, 他们两个人是有跨党派合作的, 你不要说到美国左右分歧左右, 会打架, 统人, 开枪战, 不是这样, 他们在Ohio是两个民主党, 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那他是共和党, 那对方是民主党, 大家合作, 20 billion, 200亿的晶片设施, Intel设施在那个地方, 跨党派一起争取, 另外就是说有铁路安全的一些立法, real safety legislation,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争取, 所以我说, 他们并不是细成水火, 把美国所有左右派的分身, 说到是, 完全不行的, no, 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不同, OK,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 是对于凡斯, 或者叫凡斯, 一个重要的分析, 那当然, 在这个同时, 我们都知道, 是选举不会就这样落幕的, 那么, 我们就是, 知道呢,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都要注意, 有好几件事, 是大家, 就是, 都在新闻媒体里讲到, 为什么要选择凡斯的原因, 那么, 我想, 我刚刚已经讲给大家知道, 真正的原因就是, 刚刚据我分析, 大家知道, 那么, 我看回一下, 你说, 今时今日呢, 这个凡斯, 或者凡斯, 被拜登这样的批评, 我觉得是相当, 没有风度的, 说明了嘛, 就是降温了, 你现在, 你不打川普, 就打他副手, 你的总动原令是, 不准去,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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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骂他副手, 那你是不是有助于, 对于美国的团结呢? 我觉得这段时间, 尤其是这几个礼拜里面, 我想少了一句, 大家起码是一个伤痛过后, 一个真实的一个枪击事件过后, 起码少了一句, 你说, Vance会不会觉得, 喂, 你拜登, 喂,你都很离谱, 你之前一直这样说, 特朗普是一个, 破坏民主的dictator, 搞到什么boost eye, 搞到人家, 就是当他把心打打, 那他这件事呢, 就被左派媒体批评, 但记住这句说话, 是发生在之前的, 是总动原令, 就是说unite, 支持, 那经过这个总动原令, 我想拜登和川普都类似的时间, 但是, 是不是应该大家要, 一人笑一句呢, 是不是, 美国我想在这方面的话, 就算有不同的政见, 我们理性辩论, 但是不需要, 在那儿, 就是扣帽子, 甚至, 甚至把一些时间的错乱的东西, 把他放在一起, 是不是, 这件事是, 炒冷饭, 去批评人, 不是一件好事的, ok, 那么, 另外, 我们就知道, 是, 有一件事, 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就是说梅拉尼亚, 侵侵的太太就是梅拉尼亚, 那么大家知道了, Millenia Trump, 他14号, 发生枪击案的日日, 就写一封信给全美国, 他都和这个拜登的太太, 就是Jill Biden通过电话, 那么, 大家互相取暖, 也希望美国更加好, 所以我说, 不要将左右派的分歧, 看成是敌我矛盾,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有不同的观念价值, 我不认为左派的人对, 左派会使人类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 但为了国家向前发展, 我们彼此之间都要理性地去共同生活的嘛, Lip with them, 就是等于在台湾那里, 二千三百多万人, 是有一些人是冥还不灵的, 就是他觉得, 就是, 台湾不可以独立, 中华民国是要反攻复国, 那他又不说反攻复国的, 他又觉得是,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一路维持的, 永远维持冤状, 一路会这样的, 那这些想法不是和我的想法一致, 但我只是说, 我也要尊重这帮人, 因为起码这些不会成为大害嘛,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中共及其, 其子, 及其代理人, 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敌人, 美国的敌人是什么,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这些专制独裁政权的滲透恐吓, 恐怖分子, 在夹击人, 甚至国内一帮恐怖分子, 和这些所谓的, 专制制力的代理人, 这些才是真真正正正的问题, 你这些不看,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 是一个八十一岁, 快要下台的拜登, 我觉得有大问题嘛, 你说拜登不会下台, 你继续fantasy下去了, 我只是告诉起码这次, 现在已经大势抵定了, 当然四个月的时间, 什么都会发生, 我说过, 但我觉得这个大势抵定的机会极大, 为什么我和大家要读一读, 梅加廷这封信作结呢? 因为呢, 你会看到一个人的心胸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要看少美国领袖的心胸, Joe Biden, 是有口谓实不治的地方, 但他最后来, 实不治都要治的, 因为美国人的文情, 是要大家团结的, 这就是美国和台湾很不同的地方, 或者和华人社会很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美国成熟的民主自由社会, 台湾还未去到那个阶段, 就是这个地方, 即是我们的政见可以不一样, 但我们国家只有一个, 国家有难, 一方呼喊, 八方呼喚, 支援, 这些是重要的。 梅拉利亚7月14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现在想到的是你们, 我们的, 我的美国同胞们, 我们一直是一个独特的联邦, 美国, 我们这个温柔国家的结构已经支离破碎, 但我们的勇气和常识必须提升, 令我们重新团结起来, 成为一个整体。 当我目睹, 那粒猛烈的子弹射中我的丈夫, Donald Trump的时候, 我意识到, 我和Baron的生活, 即是他儿子的生活, 正处于毁灭性和变化的边缘, 可能呢, 没有了他的先生, 那个儿子没有了爸爸。 我感谢勇敢的特工, 和这个执法人员,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保护了我的丈夫。 对于无辜受害者的家人, 他们现正遭受到令人发指的行为的毒害, 残害。 我仅向他们表示最诚致的同情, 你们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缘故, 而需要换起内心的力量, 这个让我感到难过。 一个将我丈夫视为非人的政治机器的怪物, 就是那个兇手, 企图扼杀Donald的热情, 他的欢笑、智慧, 对音乐的热爱和灵感。 我丈夫生活的核心内容, 他人性的一面被埋葬在政治机器之下。 Donald, 这个慷慨而体贴的男人, 我和他一起度过最好的时光和最坏的时光。 让我们不要忘记, 不同的意见、政策、政治游戏都不如外。 我们的个人、结构和生命的承诺, 甚至到死为止, 都是面临严重的风险。 与我们人类相比, 政治概念是相对简单的, 我们人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都是人, 从根本来说, 我们本能这样, 希望互相帮助。 美国政治只是提升我们社群的手段工具, 爱、同情、善良、同理心是必需品。 请让我们记住, 当我们超越左右, 超越红蓝的时候, 我们都来自充满激情的家庭。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陈世中, 我们一起为更美好的生活去奋斗。 黎明又来到了, 让我们重聚就在现在。 This morning, 今神, 请超越仇恨。 慢慢和那些点言暴力的简单想法, 都希望超越他们, 克服他们。 我们都想要一个尊重至上, 家庭第一, 爱超越一切的世界。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求重新运回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坚持, 让尊重再次成为我们人世关系的基石。 我在想着你们, 我的美国同胞们。 变革之风已经来了。 对于那些立喊座位支持我们的人, 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赞揚那些超越政治分歧伸出援手的人, 感谢你们的敏记。 每一位政治家, 都是拥有一个温馨家庭的男人或女人。 这个就是, 梅拉尼亚。 Elonia Trump。 你想想, 作为一个前第一夫人, 也未来的第一夫人, 她说得相当清楚。 我们希望大家, 无论大家同不同意我政见都好。 如何对待一些, 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 你的态度, 决定了你的命运。 当人指揮你, 先不论指揮你的人是对, 或是不对, 或是你本身是对, 或是不对。 当你的反应就是, 既仇既怨, 永远, 永远格局不会高。 我借这个地方, 希望和大家共勉, 也和所有做评论事业的人, 做的人, 做人的人, 希望大家共勉这件事。 你的境界有多大, 格局有多大, 你的前途有多光明。 希望大家明白, 要祝福,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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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一个强大的美国,对抗独裁的中国,逐渐使它溃烂,溃烂,再溃烂, 之后它土崩瓦解,而我们靠的是我们的力量, 还有最重要的是杂猪头的力量,没有它都不行的, 所以我就说杂猪头千万不要死,希望你继续做下去, 我们希望未来一节再讲其他的议题